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Jillian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本身的case 有一天半夜我的左眼突然就觉得很痒 然后很自然的话我就用手去揉它 结果就越揉越过阴,越过阴就越揉了 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时候当我张开眼睛 我就觉得好像感觉很不对劲 然后我马上就爬起来去照镜子 然后看到我的左眼直接是左眼姐那边不满眼屎 而且的话就是也肿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左边那个相片的话 我的左眼袋就肿到好像眼袋跑去眼颊 然后我真的是吓到 因为我赶着出门嘛 所以就没有做些什么东西 然后傍晚回来的时候我就CHO 同时用HTT抹包点压在那个肿帐处 轻轻点压不是大大力哦 轻轻点压在肿帐处 然后三个小时过后呢 你会看到右边那个图呢 你就看那个肿帐的消了差不多七八十 然后第二天呢我继续用同样的料理 然后做完看做完后呢 就看到那个眼睛是不再肿了 可是呢如果是稍微用力压它那个眼睛的话呢 还是会觉得有点痛感啊 然后我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做了四天 然后第五天早上呢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非常感恩NATURU的肺药物疗法 让我在家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身体上的小毛病 非常非常赞哦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你们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可以啊WhatsApp我 使用NATURU肺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抗发炎弊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就是使用HEL HEL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达到一个灭炎弊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T HTT呢是有效的排寒湿毒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the one-to-one diet the one-to-one diet的step one跟step two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呢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 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就是用Line Spark Line Spark呢最有效是排血液的垃圾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常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Netroofi药物疗法的 排毒抗发炎和必病的效果